到94年 基本上就是38年 看着这张日用工业品的券 张老先生想起了过去的一次经历 你必须得30张工业券 才能买一架缝纫机 你像我和爱人在工厂 一个月他只给一张 一年下来两个人才24张 找别人又借了6张 张老先生又告诉我们 以前这些粮票不光能买粮食 还能换鸡蛋呢 我拿10斤粮票换了50个鸡蛋 你丢一斤粮票就等于 一千的定量没有了 以前这些粮票是张老生活的命根子 现在他成了回忆的载体 现在张老看着他的这些宝贝 心里出了回忆就是满足 取消了平票买东西这个年代 现在你有钱了什么都可以买了 退休的时候才78块钱 退休这15年 每年都提高工资增长工资 这就说明什么人民的收入提高了 当然生活人民也就随着提高了 生活越是好了 越得懂得珍惜 就像我们身边栏目珍惜每一次和您见面的机会 这不准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七路记者前往七个城市 拍摄回来的北京路上的人和事 马上就要在十一佳节和观众见面了 身边栏目特别企划 七路记者 七座城市 六十年风云 北京路传奇 这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从七座城市采访归来的记者们 他们的感受是最多的 上海的北京路是最大的北京路 红色的北京路是最开的一条路 最油的北京路 最静的一条北京路 最爽的一条北京路 最扩的一条北京路 最外的北京路 每一条北京路都见证着 每个城市的发展变迁 每一条北京路上 都有让我们为之感动的故事 因为都生活在北京路上 这些人无论生活在哪座城市 北京在他们的心目中 既神圣又亲切 这次发布会引人注目的 另一个亮点 就是我们还请来了 在这几个城市里居住过的明星 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 吕思青的家乡是青岛 著名作曲家 北京路上的家乡是南京 演员刘兹的家乡是贵州 王借的家乡是天津 李宗汉的家乡是广州 他们身在北京四面家乡 他们也在现场 说起了各自的家乡话 而在当天发布会现场 北京卫视还为这七位明星 颁发了聘书 便选这七位明星 成为了所在城市的观众社区形象代言人 记者采访到的这些北京路上的市民 也许有人在北京路上生活了一辈子 也许有人从来没有来过北京 为了记录大家的美好心愿 再踏上各条北京路的同时 记者也请居住在那里的市民写下了自己的心愿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 我们还从这些心愿卡中抽取了各城市的幸运市民 身边栏目将邀请他们来北京免费旅游 通过我们七大城市的这样一个北京路的这种舱舱变化 反映我们新中国沉浸60天的这样一个 一个时代的巨店 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创意 身边栏目编制了这张北京路城市地图 正好是身边的鞭子 10月2号到8号尽情关注 发布会开得很成功 来了很多朋友 节目做得好不好 还是得等电视机前的您来给我们做个评判 看节目热热闹闹的来过节 祝您这个长假吃好喝好玩的好休息好 身边周末与您节后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